大家好,金钱树是非常讨喜的一种官业型的植物 养的花友也特别的多 因为它的寓意美好,养护又简单 不过虽然它养护简单 但是真正能够将它养到翠绿旺盛 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 很多花友养的时候呢 虽然发现它能够长得挺好的 但是它的叶片就是不够翠绿,不够光亮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让它的叶片长得更加翠绿光亮呢 两个注意事项,再加一种水 就能够让这个金钱树它的叶片漂亮翠绿反光 第一个,在夏季尽量不要给它晒太阳 太阳晒过之后的金钱树 它的叶片特别的灰暗 好像是被晒蔫了一样 所以呢,在夏季尽量避免给它晒太阳 散射光就已经足够了 第二个,摆放的位置一定要准确 不要把它摆放在一些灰尘特别大的地方 如果摆放在灰尘很大的位置 它上面积满了灰尘 灰尘积久了之后 这张叶片它的观察价值就会下降 而且它的毛孔也会被一些灰尘堵塞 最终就导致这张叶片非常的灰暗 不够光泽油绿 第三个就是经常往它的叶片上面去喷一种水 那就是这个糖木酵素 它能够提升植物的光合作用 而且又不用给它去爆涮 那么它的叶片的叶绿素合成就会更多 而且它有一种叫做糖木蛋白的物质 能够提升植物对于养分的敏感度 提升它的吸收能力和养分的结合能力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使用呢 我们主要是喷洒它的叶片 然后再给它的根系上面去灌上那么一些 就能够让这个金泉树生长得特别的好 而且它的叶片的翠绿又油亮了 如果你家的金泉树也是长得不够翠绿 不够油亮 那么就记住两个注意 再加一种水就能够让它变得漂亮精致 能够反光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